有些人會把德州復刻想的太美好 想說啊既然是鬥志的遊戲嘛 那我是不是可以練得很厲害 然後來賺錢 藉此養家糊口 沒錯 確實有人這麼做 但是能夠做到的人只有5% 撲克短期還是看的就是運氣 但是一旦你玩了上千上萬手 那個輸贏全靠實力 我用麻將來比喻好了 麻將是7分運氣3分實力 那撲克大概就是3分運氣7分實力 所以你如果打麻將厲害的人 如果你不炸賭不做牌 不用遙控骰子 那你要靠你的麻將技巧贏得到錢 那個過程得拉得非常長 真的這麼厲害真的這麼強的人 他不會浪費這麼多時間去做那些事 因為沒有CP值嘛 就像我 我德州撲克這麼厲害 技巧好收放自如長得又英俊 滾